大概在十年前 我请虎哥来参加 可玩听听的一本新书的首发 我给他介绍了两本书 一本叫做深夜食堂 还有一本就是繁华 我还是非常喜欢 或者说是爱不释手 因为他讲的是我父辈 那一代人的故事 黄金档那个微博还写得挺长 特别提到你 说看到虎哥在繁华里头的表演 想到年轻时候的周润发 我觉得每一个演员 都在王家卫导演的镜头里 呈现了最好的一面 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面 欢迎虎哥 谢谢曹老师 谢谢王老师 今天请虎哥到这来聊繁华 我还是很感慨的 这个王冠可能不知道 大概在十年前 我请虎哥来参加可盘倾听的 一本新书的首发 在这个书室里边 我给他介绍了两本书 一本叫做深夜食堂 还有一本就是繁华 这么巧 曹老师非常有眼光 我对繁华这本小说 还是非常喜欢 或者说是爱不释手 因为他讲的是我父辈那一代人的故事 尤其是六十年代那条线 因为从小我就会在我爸爸妈妈的直言片语中 了解到他们以前的生活和他们的经历 包括因为他们都是老三界 包括他们去了黑龙江做知青 我充满了好奇 最近我可以教过你 在那儿评论的维获 其中有一个人评论我比较贵子 就是王靖导演 王靖导演那个微博还写得挺长 特别还提到你 说这个看到胡歌在繁华里头的表演 想到年轻时候的周润发 我觉得就是说 王家卫导演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他非常能够去挖掘演员的特质 他阐述他的整个创作理念的时候 他有讲过就是说 在他的那个认知里面 剧本和剧本中的人物都不是固定的 而是随着拍摄他们在生长的 流动的 流动 对 他在观察演员身上的特质 他也在观察演员和演员之间 他们产生那种微妙的化学反应 所以他会根据他看到的 更真实的你来调整这个角色 来调整这个剧情 所以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演员 都在王家卫导演的镜头里 呈现了最好的一面 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面 第一次王家卫约你聊的时候 我也记得是大麻精 也是大普通的精 第一次是大麻精 但是一年马精内我来了 我终于见到公民了 一马精内我来 应该把他拧的这个样子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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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记得第一次见面具体聊了一些什么呢 有30%是在聊繁花 有70%是在聊我自己 他是一个做事非常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他在见演员之前 我相信他已经做了大量的功课了 在拍摄的过程中 他会时不时的会冒出一句说你曾经演过一个什么戏里面那种感觉 你想回想一下 我就我就我就很惊讶 他他居然看过这些戏他都看过 可能大部分人对对王家卫导演的认知 就觉得他他是属于那种天才型选手 就是剧本也没有的 然后呢 就是在不断的这个尝试中 然后去寻找灵感 我都觉得 他极其的勤奋 然后用功 就是从前期筹备到拍摄 然后到后期制作 包括到现在整个戏的播放和宣发 他每个环节 他都是亲近全力的 就是我举个例子 全法第一次 我是去那个 参加了一个扬售活动 他就马上就帮我学习了 他就会建议我 就是说 之后你在这个宣传的时候 穿什么样的衣服 细节空 我也觉得挺佩服他的 我们有时候采访他也会看 有时候回答问题 可能没有那么在点上 他也会他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听这部戏的录音 叶青说 当这部戏播到14集的时候 你还被导演召回去 17集里边有一两句台词要重配 这个事情是 一直伴随着繁花的播出 那个叶青导演 后来他送了我一套这个家庭录音 录音的隔音的设备 他还有专利权 他自己发明的 我一开始生了老狗 我一开始在家里录音 录音因为那个墙壁 它有回升 隔音效果不是很好 我就自制了一个简易录音棚 我那只阿登巴拉德之过的 所以阿登在蒙了两层布 我都跟他 自制录音棚 我去跟他录 在这个建议 王家卫之前 就是你看过一些 王家卫什么样的电影 对其中哪些场景 是有特别深刻印象的 因为你这个场景当中 有一些这个镜头 观众看的时候会想到 阿飞正传 我觉得像刚走无敌 阿飞正传 我这样说这部电影 因为可能我印象当中 这是我看的导演 第一部电影 那个时候刚好在 初中升高中的那个阶段 我为什么会对 这部电影影响特别深 是因为刚好 我人生的那个阶段 也是最叛逆的时候 就是刚刚要从小孩 长成大人 而且我是很早就 就一个人搬出来住了 是吗 我出世就开始干净 这种东西 我理想绝对我 就说是一个人干净 干净嘛 总归会放逼吧 那么我都觉得 阿拉玛玛对我理想 正好封了老书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三五 这种小王子 那么为了让我好好 叫多士嘛 其实是 哑哗和哑哒 我先给你哑哗过来 是是是 而且因为叛逆嘛 就是又跟家里父母的关系 又相对比较紧张 那个时候 然后也刚好是处在一个 怎么说 懵懂 情感懵懂的时期 就是当我看到 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呦 就是一个镜像中的 另外一个自己 而且我 我觉得这个可能 跟我的那个 自己的一个底色有关 其实我小时候 是非常非常内向的 我直到现在都是 为什么我小时候会去小英心 就是父母 父母为了锻炼我的胆量 打开内心 对对对 所以我从小到大 都是在一个 很纠结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状态 因为学校里面呢 有什么机会 主持啊 朗诵啊 就就把我往台上送 对吧 因为你是小英心的 学员 其实我内心是不愿意的 但是又不得不多 所以就是 自己一直在矛盾 思扯 是在这种状态 这部电影 跟我当时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阶段 和那种心态 比较相吻合吧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 我感觉当中 可能这部电影 也是我 最早接触到的 文艺电影吧 就那个时候就是 以前 可能小时候看电影啊 或者看电视剧 你更多的去关注的都是 比方说剧情 是吧 里面的人物帅不帅 那那个时候就开始 看了看了就会 这个关注一点 就会慢慢的转移了 比方说 他讲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人和命运的关系 在《阿富士传》里面 其实他还讲了 人和这个环境的关系 就是说那种 就无脚鸟嘛 没有脚的鸟 一直在飞 一直在飞 就好像就是我 那个时候的那种 那种心境 全在这部电影里 他都 他都有折射 导演没有跟你说过 宝总身上 或者是阿宝身上 有什么地方跟你 胡歌是这样集合的 一整个就是 屌子五颗 他问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而且他有一种 他有一种 魔力 就是说 他 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你愿意掏心掏肺 跟他讲 真的 我也不想起来 我再帮你讲 刚好一人 你就去修复了 在拍摄的过程中 他也不会再拿出来 跟你讲 你这个阶段的 阿宝的状态 和你过去 是有交集的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 之前跟导演 有过这样 充分的交流以后 是他其实 已经把我的 过往的一些经历 他埋在这个角色里了 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在 突然在某一个瞬间 就记忆中的 某一个情绪的种子 就裂开 这个可能是 以前拍戏的时候 很难有的这种经历 所以是很过瘾的 尤其是在后期 尤其在后期 因为时间拖得很长 然后制作的 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整个人的状态 一直是非常疲惫 疲惫 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 可是每一次 当我演完一条 我在看回放 然后因为导演很喜欢 在现场放音乐 当那个背景音乐 响起的时候 就是那个心里面 就又有好多颗种的 啪啪 就裂开了 然后你 就一下子 你就被带到 那个反话的 那个情境里去了 这个时候 你就忘却了 一切的痛苦 身体上的 精神上的 怎么在三年半的 这个时间里头 始终能够保持一个 比较高的 这个专注度 刚开始的时候 的确就是说 米兹过的 我记得 大家都是挺自信的演员 这个也是一种 导演在调教演员的 一种方法 对对对 因为王导的眼睛太犀利了 就是说你这条是走心了 还是你这条是叫航活 除了清晰 除了清晰 所以呢 就是他 他就是反复的打击你 打击你 打击你 就是说 首先把你过往的 那个表演中的 所谓的那些成功经验 全部磨掉 就是让你归零 对 而且其实在表演过程中 他也经常会跟我讲 就是说 他说胡老师 他说我们少一点 技巧的东西 说 我需要真情实感 其实刚开始 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自尊心很受伤 我想说 导演 我也没有展现技巧 我想说 我真的是真情实感 但是 我就是 我就是 我想 真情实感表露的不够多 对吧 但是我 我其实回去 也每天要复盘 后来有一次 我无意中看到 那个梁朝伟的一段采访 他说 他在刚开始跟 王导合作的时候 就是家卫导演 跟他说过 类似的话 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 就是每一个 跟导演合作的演员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李嘉宁竟然干嘛 这要快到两个位 到我里当初 我也曾学的 金座龙江大人 你现在想得起来 想不起来 就是说 当中演了哪一场戏之后 豁然开朗 有一种 青州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青州已过万重山 都已经有了 这是一个 已经放了 我放了 就是阿宝的故事结束了 但是 他这个阿宝的效应 还一直都在 对吧 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吗 就得罗马 对吧 我又觉得比较恨罗马 对吧 所以也认为对于 想起来就是 我们第一年拍摄的时候 当时是在和平范围的石井 当时拍的是 我跟李李的某一场戏 但是最后这一段没有用 就是因为那个剧情改了 但我印象非常深的是 那天收工我最后一个镜头 是我回头看着李李 就那一眼 拍完以后 导演我印象非常深 导演就说 他说恭喜你胡老师 你已经正式地进入了 阿宝的世界 那是最高宝奖 对 我也非常 就是我那一刻也非常的受苦 你们之前也都没有 完整地看过这部剧 所以是不是也是跟我们一起 这样一级一级追 你自己会再复盘吗 我就相信每个演员都会的 你在看的时候 你肯定会想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可以演得更好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二十条三十条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自己也想再多尝试了 这个你当中拍过县委书记 也拍了这个不虚此行 这个电影 所以当你拍完那个戏之后 再回到剧组 是不是还得花一点时间 重新把自己装到 这个保总的这个人物里面 对 我回剧组之前 其实已经开始准备了 因为我是 因为导演要求很高了 觉得我已经过得 我已经回来了 你总会和 看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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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就 因为我们是拍拍亭亭 就每一次回去的时候 你要么就是带入了 另外一个角色的气质 要么就是带入你生活中的感觉 某一个见到他一直提醒我 不要演得像个爸爸一样 所以镜头里边这个所有的东西是放大的 他看得一镜二楚 可帆倾听下节预告 帮花现在播出的这个效果果然就是像导演所说的那样 他追求的那个目标 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一点 好像整部剧给人的感觉是罗罗罗罗 得自己怎么上的就会得刺痛 耶稣是从八十多岁拍到九十多岁 三年多的时间 他说耶稣不可以大快吃 他说耶稣如果大快吃肉 他说我又引回寄宫了 你也得了很多的奖 拍了很多成功的戏 就是当你成功之后再往上走一步 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觉得是往深里走了吧 拍不虚此行的时候 我曾经觉得我遇到了一个和我自己特别像的角色 一个能够真正代表我内心世界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后来又回过头来想 这个是在繁花期间拍的 就是可能我在拍不虚此行的时候 我已经在开始用王导的方法 在塑造角色 当然繁花因为他讲的是九十年代在上海 这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可能最美好的一段童年的回忆 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他一直在把我往回转 把我拽回到就那个童年的梦境里 我说那种内心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爆裂 那种爆裂的声音 这个是可能只有在这一次的拍摄中才有的体验 我还记得有一天就在南京路 当然我们是在车顿的南京路 我那天去我还我心里面还在想 哥阿伯让我老是在南京路 我想到南京路过得咱们铁轨 我觉得难道我也听 我都到一口里来 他不用问我的 他完全明白 他完全明白 然后他就过来拍了拍我 而那就是要把归终 归了一额归绝 就是似曾相识热泪盈眶 就这八个字 所以繁华现在播出的这个效果 果然就是像导演所说的那样 他追求的那个目标一样 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一点 就是好像整部剧给人的感觉 是老脑忙 得你怎么上的就会得刺痛你 就是很多的段落都是如此 包括这个戏当中 阿宝跟不同人的关系 德雅索也皈依 他领子也皈依 他汪孝也皈依 他这个礼礼也皈依 跟每个人的关系 其实都有很多动情的这个地方 耶稣是从八十多岁 他到了九十多岁 那年多的时间 我不知道你跟这位90后的老艺术家合作 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 佩服尤老师 我们那天 有在 有跟尤老 我跟尤老师一起来参加 品质盛业 大家好 我是演员有本床 今天正好九十岁 我也有幸 加入咱们90后的行列了 感谢大家 还没想起我 记得我 还喜欢我 这个果子也是沉甸甸甸的 作为一个演员 我愿意 只要观众需要 我会一直 活到老 学到老 干到老 其实那天他在台上的 那个表现就是还原了 我们拍摄现场 他在台上 你完全看不到他的疲惫 他的不适 他在台上 讲了那么长一段话 我在他旁边 我替他捏把汗 因为他生过病 他下的肺活量 要比正常量要小 所以 以变弹观 他吸变弹观 他讲话讲得多了 或者他 边走路 边讲话 依旧的词 所以他把那个奖杯给我 我知道他真的是 那不懂了 那不懂了 我陪着他走到那个下场口 他走的那几步 也是非常挺 但是我已经觉得 他走的那几步 已经不自然了 那个轮椅就在 就在台口 等着他 他连转身 坐下的力气都没有 他平时在现场拍戏的时候 几乎每天你都会看到 当你说 他坐下来 他要先 顺一顺自己的气 然后看回方 喝口水 说好 再来一遍 就这个 真的 我觉得 老不容易 老不容易 他能够坚持下来 而且 而且他对自己 还要求特别高 在他的世界里是没有差不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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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要求老过 是 就是 尤老师 他90岁 其实他的人生经历 他是有很多的坎坷的 他真正的被大家知道 其实已经是40岁以后的 对 而且 而且他演完 鸡工以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 直到繁华之前 他一直很 沉寂的 其实有一个细节 我一直难以忘怀的 就是 我跟他 演一场吃饭的戏 他把那个 道具准备的那个肉 全部 在拍摄之前 他全部把它 用那个叉子 把它搓成 一小块 一小块 那么 我一直以为 可能你哪吃不好 我不懂 对吧 那么 弄来小块 小块 我猛一个 我刚刚有的时候 我都弄 哪吃了 对吧 我刚刚有没有 交易来 帮你这 弄弄死 他说 不是的 他说 耶稣不可以 大块吃肉 他说 耶稣如果 大块吃肉 他说 我又演回 鸡工了 他说 耶稣一定是 一小口一小口吃肉 哇 我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老艺术家 太厉害了 就这个 就注重细节 就这一点点细节 就鸡工伴随 伴随他半生 他其实也想在 这一次 就是难得的机会 他可以去塑造 一个全新的人 这个戏里边 阿宝跟很多不同的人 都有一些命运的 重叠或者是纠葛 尤其是跟这个 三个女性 汪小姐 这个林子和 莉莉 你怎么把 这个三个不同的关系 要区分清楚 很难的 这是很难 因为没有剧本 我唯一的那个 导航就是导演 觉得我要蒙导一 导一能跟我讲呀 觉得我跟一来的故事 我跟他说 我叫他难能花组 干嘛我学到难能疑的 一看不疼我得吃的 一个龙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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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决定 后来导演给了我一个大的概念 就是说 他说你不要把它局限在爱情里面 把那个情字去掉 他说这是一个爱 大爱 大爱它包含了很多的感情 他说还有第二点 他说你要知道 你们当时身处的那个时代 就在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每天想的更多的是 怎么样去抓住时代的机遇 去赶上那个浪潮 赶上那趟快车 还有一点就厉害了 说英格里鲍曼 在演卡萨布兰卡的时候 他每天也在问导演 说我面对两个男主角 就是怎么选择 对他说我到底爱谁 导演给他回答也是 他说我也不知道 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那个英格鲍曼兰在演的时候 他就是每天他 他在看这个两个男主角的时候 他的那个眼神都是有一些闪烁不定的 最后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 成就了他的表演和这部电影 好来 干嘛 但是呢 说实话 我觉得就是说在这部戏里面 每一个女性都是独立的 坚强的 她们不依附在任何的一个男生 所以我觉得就是阿宝跟任何一个女性角色 她们之间都是一种相互相成 互相成就的关系 我跳出戏之外 就是你跟唐嫣两个人的合作 这是第六次了 你有看到唐嫣的另外一面吗 就那我 因为我们生活中也很熟嘛 就就就就就太熟悉了 所以呢 就我们两个人刚进主的时候 就就真的是 他这一次非常非常的努力认真 超预期的完成了 就是导演给他的一些规定动作 我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感触 是我看了一段 他在27号组织部 接受审查的那段戏的会访 那个一整场戏 他从一开始的故作轻松 对吧 到到开始认识到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然后被被冤枉以后 他的委屈 他的愤怒 就整个一场戏 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演是 既连贯又非常的有层次 又非常有爆发力 就是这个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 唐嫣作为演员的 这样的一个表演的呈现 还有很多个 很多个那个动人的瞬间 我相信观众都为他流了很多的眼泪 包括我 我是这个第一次为这个戏破防 就是他这个驾车来救你 遇到了车祸 然后你们俩的那段表演 既哭又笑 既悲又喜的这种表现 我说 我看到了你们两个人 过去我没有看到过的那种面相 其实耳光那场戏啊 他的看点是在耳光之后 这耳光之后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反应都特别好 唐唐就不说了 唐唐其实那他那个歇斯迪的那 那个状态拍了其实挺多遍 因为他每一条他都是百分之百的去爆发这样演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有短短几秒钟 但是当时拍的时候 因为又有又要考虑到那个环境 有各种身边的演员的配合 我们当时拍了很多个镜头 还有轨道还有跟着 所以他那天他拍完以后 他整个人都那个状态已经完全卸下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那场戏我觉得范田田也呢 就是他打完以后 包括他的那个眼眶里勤着泪水 包括他看自己老公的那一眼 就他一直在强撑着装着要做一个女强人 包括范志毅 他的他那天的那个反应 我觉得也都很精彩 像您搞的了呀 我相信他克服了很多的这个困难 他找到找到一条路 让他能够往上往深又走了一步 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和他 我和他的职业道路吧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我们都是从这个古装偶像剧出道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 会遭受到一些质疑 年轻的时候也是当年的那个流量吧 对吧 流量 流量 然后呢 就是拍的戏的题材 还有演的角色都相对固定 也比较受限 那么我们同样要面对就是说 到了三十岁以后 怎么样转型这样的问题 我可能比较幸运一点 就是说我在某个节点 我可以遇到适合的角色 但是他可能这条路走得会更长 更难一些 但是他没有放弃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尤其是他成了家 做了妈妈以后 依然没有放弃 他一直在 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心里面 他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有主张的 对 有目标的 他其实昨天也说 就是跟你之间的交流 不需要有什么样的演示的 或者他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 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都会跟你来请教 不要说请教吧 也就是 戏里面说了 你想出什么的话他要跟我讲 生活当中是哪个人看的 他懂得是 如果他问我的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 比如呢 比如那个投影尺寸买的不对 之类的 生活所事人外的猛头 我请教你了 话题方向变了 对啊 对啊 正好有这些能 对吧 那么一样老年正 就是刚刚 能够可以 事业都没有耽误 但我真没有想到 他这么 作为一个母亲 他这么的认真负责 就是他做功课 做的 这详细 真的让我 让我非常的惊讶 怎么做呢 一号机场哭了 我觉得 其实你做了爸爸之后 心态上肯定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有了女儿的父亲 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都交流过 我觉得我可能是独一份的 我跟人家都不一样 他们原来可能是 都个性很强的 比起还没独啊 有的能力都变了 变柔软了 但我是反过来的 我反而觉得 我以前好像是一个 很好说话的人 怎么样都可以啊 我现在是变得有棱角 这是我懂得拒绝 然后我觉得我要去保护他的话 首先我要变得坚强 我要让自己变得有原则 因为我有一个中国懂 你离拒绝你了就有个意思了 我有的能力 我也跟你讲 我讲我想来离拒绝 又保无能了 对吧 一看我懂了 一看我帮我整个话 不过其实你的个性跟阿宝 或者是保总的这个个性 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就是重情重义 同样 就是我看你跟陶陶的戏 我觉得 即使保总跟陶陶 也是胡歌跟陈隆 那天我看就是那个陶陶唱 我是一只小小小 我看到我煽燃了一下 我说这场戏演得太好了 就会拿生活当中一模一样 是啊 一生活当中 把枪倒到 也有个意思了 但是那个兄弟有过今 我觉得 这个是可以相互接见的 其实陈隆他在生活中 他是一个行动派 觉得也有什么 就是不声不响的 但是呢 他都在 我第一趟回到 我印象是老生 可是应该是 9千里左右 当时呢 是真空爱情记录 热播之后 我在读初中 我呢 人生当中第一次 去试镜一个广告 我就看到陈隆了 根本一走出来 哎呦 我老挤动了 就是底子让明星 对吧 我生活当中快到了 但是呢 一提子我印象老生了 是什么 更业到车里 有个护装士 化妆箱很大很重 他呢 一路就拿这个化妆箱 这个背影 我就记住了 我印象很深 就是哦 这个大明星 对吧 然后呢 非常的好 还帮化妆师 这个拿化妆箱 就记住了 你记不得了 我对一个小朋友来说 那个 那个 那个瞬间 我是一直记得的 可凡轻听 下节预告 你自己对人生 是不是有一些 自己读到的看法 当我在现在生活中 我有一些无法解答的难题的时候 我可以去借助戏剧世界的这些角色 忙着我找到答案 听了吗 我说老胡这次是零差错 如果有一定点的差错 那个后果就很难设想 那条路没有一个人上去过 我们不知道再上去以后 接下去面对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你经历的这种生活的磨难 恐怕比一般的人 要来得多一些 所以你自己对人生 是不是有一些 自己读到的看法 幸好我是一个演员 就是我可以在生活 和戏剧的世界里面 我可以穿梭 当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有一些无法解答的难题的时候 或者说无法释放的情绪的时候 我可以去借助戏剧世界的这些角色 我可以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故事 去帮我化解 或者说在他们的身上去 忙着我找到答案 那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不能说给一些建议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和人生 都是不一样的 我只能说当你觉得 你现下去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那个是命运给你的磨难 而是它给你的功课 就是to me和for me 那是两个概念 如果是to me的话 不好的事情 havers to me 那你就会觉得 他为什么要找到我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但如果是havers for me 那是命运给我的功课 胡歌内心 他有一种跟宝总一样大爱 他这几年一直提倡 做这个社会公益活动 王冠几乎每周在这个节目 就是一路前行 播出之前都跟胡歌 有一些这个线上的沟通 他在我的心里是一个自败使命感的人 他做环保 有一种让我的感受是 与生俱来就要做这件事情 特别投入 特别认真 然后我们每一次节目播出之前 是一个小时在网上的一个互动聊天 我会做功课 把要了解的一些环保的问题写下来 我会再给他看 他也会给我反馈的建议 这是不是随随随随便聊的 所以他的这份认真 就是让我这段时间觉得 我变成了一个很热爱学习 就是有一种被学霸激励的感觉 也是机缘巧合吧 机缘巧合我13年第一次去到了长江源 脱脱河 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河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生活在长江下游 和生活在长江上游的人 你看到的这条河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比方说我们走苏通大桥 我们看到那个江面无比的宽阔 可是你去到那个脱脱河的时候 你发现原来就这么窄 就这么窄一截 所以就是你置身到那个 你陌生的环境的时候 你置身到真正的大自然的时候 你会重新思考 我是谁 我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是自然赐予了我们生命 所以我们就是说 尤其是这个工业革命之后 就是说我们在飞速的发展 但是我们给地球 给其他的动物带来的压力和伤害 是越来越多了 但说回到我们自己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种伤害 最终是会反噬到我们自己身上 陈罗跟我说 老胡这次是零差错 如果有一丁点的差错 那个后果就很难设想 因为年保余泽冰川 说实话上去的人很少 原来他们当地的去 每年去冰川上测量血线的 当地的藏族的牧民 他们自己也已经有四年没有上去了 所以我们上去的过程中 就是因为遇到了一场暴雨 遇到暴雨以后 山上的这条河就突然就变宽了 变宽了 把原先的路线给封死了 那条路没有一个人上去过 我们不知道再上去以后 接下去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大家就计划第一天晚上就下车了 但很幸运 很幸运就是说 没有人受伤 在这样的一个很危险的环境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流露出丝毫的负面的情绪 我相信每个人跟我一样 内心都很恐惧 然后尤其是在天完全暗下来的时候 那真的是伸手不见无知 就在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极端的 那个危险的环境下 大家还相互鼓励 都在强忍着自己的恐惧 相互鼓励唱着歌 开着玩笑 慢慢慢慢的往下往下扯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从我们这场经济也能够看到 就是说他们能够坚持20年 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况下 去测量冰川这个血线 是很不容易的 他们也真的不为民不为利 只是他们觉得冰川 对所有的生命来说 那就是生命的源头 做什么事都得有信仰才能够成功 我们其实从当年的仙剑 看虎哥一路走来 然后到狼牙榜这个伪装者 然后县委书记 一直到今天的这个繁华 你期待就是下一次 保总登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你自己有想吗 有的 我想一想 懂吗 因为我总需要跟生活中 我经常会见到医生 所以医生在我心里面 他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很期待这个保总 在不久的未来 能够化身一个白衣天使 特别特别期待 谢谢虎哥 谢谢保总 谢谢王老师 Thank you